大家好,我是小琪 好多花友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盆花 逐渐的越养越多 养多了以后,用到的土壤也就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呢,都会去购买土壤 现在好多花友都在旺旺里问我 小琪,我看到网上好多卖土的 有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是不是这种土不能种花呢 当然,便宜的土壤有不好的 小琪记得当时买了一袋便宜的土壤 里边全是杂乱的东西 有建筑垃圾 还有那种倒下来的椰康壳之类的 非常的不好用 今天呢,小琪去买了两袋 5块8一袋的 然后,我去敞开了看一下 里边的颗粒是有红彩石 里边还有那火山岩 还有那个核砂的颗粒 都是比较均匀的 一般都是3到6毫米的 并且里边加了制石 加了椰康 加了炒炭土 这个土壤,里边颗粒土居多 占了将近七成的颗粒 养多肉的话是非常好的 但是多肉的小苗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土壤 这种价格便宜的 其实并不是不好 主要是他们想去充销量 或者是他们就是在产地那边 然后拿货比较便宜 卖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这两点就注定了这个土壤 它的价格不会太贵了 本身他们的数量也不会太多 这种土壤呢 如果你们想购买的话可以 但是使用之前一定要记住 无论什么样的土壤 使用之前都要在里边调上点多菌泥 防止土壤中有真菌 他们消毒的工作没有做好 前期种花不要去用肥料 让它去把根系长好了以后 我们再施肥 土壤本身里边含草炭土之类的 都是含有养分的 前期这个养分都够让它们长出根系来 等它们看着明显快速生长了 再去施肥就不容易杀根 其实我们养花养不好 并不是说土壤用的不好 其实就是你着急施肥了 浇水过多了 土壤的透气不行了 这几点造成的 这种土壤呢 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这么一袋才5块8毛钱 我买回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没有去接广告 这个东西呢比较不错 用在养花上 用在养多肉上是比较好的 好了 今天就是给大家评测一款土壤 这款土壤价格比较便宜 纯粹是小齐自己购买的 因为小齐自己也卖土 自己也去一直用土 这种土壤纯粹是应着 大家的要求去找了一款便宜的 但是整体的效果还可以 如果喜欢的 麻烦关注一下小齐 谢谢大家